在中間新聞台被關台之後 難道未來有對政府不利的言論 或是監督都有可能被追殺嗎 因為接下來NCC居然還管到了網路上 將演比網管法要將手伸向網路 好的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過去曾經擔任過 PTT新聞站站長的名將立委高嘉瑜 委員好 嗨 益雄好 大家好 好的 委員 我們今天就要來談說 因為近日大家就有在講說這個NCC 好像又開始要準備來演你這個網管法 我不知道你過去曾經在這個 遊走在PTT上面 你怎麼去看這樣子的一個 會不會限制到大家的言論自由呢 其實PTT它就是提供給大家一個言論自由 而且其實就是讓網友可以即興的發揮 它現在剛好這個時機點 介於這個中天關台之後 然後拋出了相關的議題 那也被人家認為說 這時間點有點太敏感了 然後有關中天好像也有一點點那種敏感 不知道您怎麼去看 我覺得原則上是不會對新聞的內容 或是對於網路的內容加以管制 而是說如果有一些明顯違反法令的行為 例如說現在確實有很多侵害著作權 到底在網路上散佈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拿出具體的作為 但是原則上對於一些網友的創作 或是網路其實就是一個比較沒有這個限制的平台 NC確實是應該要比較是用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來看待 話雖說不過這兩天有網友發現 除了蘇貞昂的統編議題被禁止討論 所謂S就是無重大八卦禁止回文 就連討論中天新聞的相關文章也被消失了 結果網友諷刺說 錢有台灣價值 今有八卦價值 還有網友說版主不演了 甚至有人說是先提早讓大家適應網管法了 難道真的要追殺中天 追殺到底嗎 沒有 我認為這個做法非常的愚昧 所謂的愚昧是網路的資訊 自始至終就是為了自由流通而創造 它整個體系都是這樣子 就算你覺得可以管得了一個版 請問我可不可以去迪卡坡 我可不可以去巴哈姆特坡 我可不可以去科米卡坡 我都可以 如果今天絕情很恨中天 它應該嚴格罰則 應該把它繼續放在52台 這樣NCC還管得了 當它現在把52台趕走之後 現在中天在網路上 它反而受到更少的管制 反而有更多的彈性 這些都是版主 它基於在版物的管理上 它覺得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讓版面或是比較符合版規 這個都是由一層一層的 就是版主 小組長等等去做決定 通常是不會有高層去介入 附會的整合 跟網際網路上面的規範 這個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是全世界都有在擬定 跟中天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所以中天他們新聞台沒有換照 現在要到網路上發展 我們也祝福他們 但是不要什麼事情 NCC的業務都講到跟中天新聞台有關 支持中天新聞轉型網路 從NCC到PTT一連串的巧合 彷彿只要不合蔡政府的意義 就算你跑到網路世界 也要天涯海角把你追殺到底 以上是記者 黃明娟李宥璇監督政府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字幕仔書在ểu finns 雷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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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